前不久 一段日本捕金船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虐杀鲸鱼的视频 在被隐瞒了八年后终于曝光 引起骂声一片 日本共同社12月2日报道 在日内瓦为期五天的保护兵威野生动植物种的 华盛顿公约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日本遭遇各方指责 批评者指出 日本捕金很可能出于商业目的 美国新闻周刊介绍 日本的捕金活动由来已久 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 吃鲸鱼肉也是日本的古老传统 一些日本人也据此为捕金活动辩护 据了解 华盛顿公约曾禁止国际上的鲸鱼买卖 以及公海捕金活动 但是 日本钻了空子 以科学研究的名义持续进行捕金活动 2014年 海牙国际法庭裁定 日本在南极的科研捕金 违背了1946年签订的国际捕金管制公约 捕金船虐杀鲸鱼的视频曝光后 日本所谓的科研捕金更是引起公众关注 在外国社交网站上 一名网友谴责 这就是日本所做的事 用科学伪装进行商业捕金 不少网友指出 日本捕金船的这种行为 毫无疑问违反了国际公约 有人呼吁 鲸鱼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必须禁止所谓的科学研究 做研究必须得杀鲸吗 必须尽快制止这种行为 在日内瓦会议上 甚至有人提出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 而专家组则建议 东京应向公约秘书处提供信息 并接纳调查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认为什么办法 可以有效支持日本的捕金活动呢 快来留言与小编分享吧 更多精彩新闻 尽在今天的参考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